很多日本女生吃完饭后都有刷牙的好习惯 不过有时候在外面刷牙还真的不太方便 像这样用手接水龙头的水来漱口 很容易就把脸上的妆给弄花 刷完牙后还得花时间服装实在有够麻烦 日本现在有一种折叠漱口碑 它是用细胶做成的 折叠之后后度只有1.6公分 可以放在包包里头随身膝带不占空间 一杯可以装95毫升的水 有10种颜色能选择 很多日本女生都有一个 周末假日却坐在公园的小屁上 在太阳看书多惬意多悠闲啊 不过背部没有东西可以靠 坐久了很容易腰山 基本现在有一种可以像铲子一样 卷起来的折叠椅 它的重量只有400公克 坐垫的部分考虑到冲锋的问题 所以设计成风波状 另外两侧还有伸缩下 可以调整椅子跟靠近的角度 让人可以找到最舒适的措施 车队脚踏车现在也非常的流行 不过这辆脚踏车外形有一点奇特 可以发现它的轮子特别的迷你 这种脚踏车是英国厂商研发的 它只要透过三个步骤 推 压 转 就能够轻松的把车设定好 设好的车可以手提 也可以放进包包里头监挂 带着它不管是上公车 还是搭捷运都非常的方便 谢谢大家